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16日宣布成功汇出伊索比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其中一只黑匣子储存的资料,已经移交iFi方面调查人员。 同一天,iFi官员说,将加快辨认遇难乘客的身份。 高速爬升,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宣告,已经成功汇出驾驶舱与音记录器内资料。 17日将继续解析另一只黑匣子,即飞行资料记录器内资料。 这一机构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传图片,显示驾驶舱与音记录器外表有磕碰痕迹。 但总体完好,宣告说,这一机构没有听取语音记录器的录音。 这是3月11日,在伊索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附近拍摄的救援人员找到的失试飞机飞匣子。 新华社发,一名听过录音的iFi方面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 失试飞机飞行员起飞后,不久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控制问题。 希望获得许可,以快速爬升至海拔4200米以上,及机场上空大约2000米。 这名讯息人士说,客机随后以不同寻常的高速飞行。 爬升不久后,飞行员紧急要求返航。 客机最终从雷达人目中消失。 由于空难调查没有结束,这名讯息人士要求不公开姓名。 但说客机的控制问题是,促使飞行员操纵飞机爬升的原因。 埃塞航空一架波音737MAX8型客机,10日,原定从伊索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飞往坎亚首都内罗比。 起飞大约6分钟后失势。 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调查人员11日找到两只黑匣子,随后送往法国。 航空专家说,客机飞行高度低时,飞行员如果遭遇问题,通常选择爬升,以争取时间掏纵客机。 同时避免应对复杂地形。 亚地斯亚贝巴周边环山,北面是海拔大约3200米的恩托托山。 权力善后,埃塞交通部长达格玛维特莫格斯16日告诉媒体记者,正在等待调查结果,将近权力查明客机失事原因。 只是,这类调查通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用以作出具体结论。 他说,埃塞方面已经驻守借助脱氧核糖核酸DNA遗传资讯,确认遇难者身份。 预期将持续6个月。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等机构,将提供帮助。 按照莫格斯的说法,埃塞方面已经发放临时死亡证明。 正式死亡证明,将在两周内发放给遇难者家属。 一场遇难者集体悼念活动,预定17日在亚地斯亚贝巴举行。 莫格斯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出16人协助调查。 客机制造商波音公司人员同样参与。 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丹尼尔·埃尔维尔先前说。 现有资讯显示,埃塞施式客机,与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施式客机的飞行轨迹差不多。 将依据黑匣子的分析结果,判断两起空难是否有关联。 印尼狮子航空一架波音737MAX8型客机,去年10月29日起飞十多分钟后坠毁。 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 对比两起空难,飞行员都向控制中心报告遇到问题,并试图返航。 埃塞航空空难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停飞或禁飞波音MAX系列客机。 波音公司在去年施航空难后说,将升级737MAX系列客机的飞行控制软体。 这家企业在埃塞航空空难后说,软体升级将在今后几周完成。 一名讯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波音公司打算一周至十天内试出升级后的软体。 埃塞航空机长最后通话曝光,请求返航注录。 据法国媒体报道,3月15日,该架飞机机长在起飞后的通话录音被曝光。 ET-302从亚迪斯亚被扒起飞后不久,立即面临紧急情况。 驾驶舱响起飞行员惊慌失措的声音。 在飞机加速至异常速度3分钟后,机长告诉空中交通管制员。 中段 中段 请求返航注录。 空管人员随即紧急转移另外两架接近机场的航班。 通知ET-302返航。 与此同时,地面管制人员注意到,这架波音737MAX8在数百英尺的高度上下摆动。 起飞后5分钟,飞机与地面空管人员失去了所有联络。 试试飞机飞匣子,已抵达巴黎调查。 航空人士指出,目前,公开的埃塞航班的资料显示飞机在上升时,加速度远远超出了标准做法。 直到该架坠毁,美国和加拿大方面称,埃航事故与印尼失航事故中的两架飞机轨迹相似,可能是导致两起坠机事故的一个共同原因。 但同时称,还不排除任何其他原因。 对此,民航专家林志杰,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 印尼失航事故,基本可以判断是MCAS,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的原因。 但埃航事故原因,目前均是猜测。 有待调查结果公布,遇难中国公民遗体辩认开始。 暂未有发现。 3月17日8时,南都记者从中国驻医索比亚大使馆获悉, 最后一名中国遇难者家属,已抵达当地。 追击事故的遗体辨认工作已正式开始。 工作人员同时表示,遗体辨认工作有一定困难。 暂时还没有任何遇难的中国同胞遗体被发现。 驻医索比亚大使谈见,看望慰问遇难同胞家属。 据中国驻医索比亚大使馆最新讯息。 大使谈见,已会见埃塞航空直航长特沃德。 谈见表示, 中方遇难者家属,均已来埃处理善后事宜,希望埃方保持自信公开透明。 加紧调查事故原因,尽快落实遗体辨认,遗物认领和开具相关证明等工作。 3月16日,悼念活动现场。 当地时间16日,哀航坠机事故,7日即当天。 中国驻医索比亚使馆,在馆内举行埃塞航空ET302航班失事罹难中国同胞悼念活动。 现场家属表示,在异国他乡痛失亲人。 心情非常悲痛。 谈见大使对遇难同胞表示沉痛哀悼。 鼓励家属坚强面对。 渡过难关。 表示使馆将继续提供一切必要协助。 及时向埃塞政府、埃塞航空公司,反映家属们的合理诉求。 敦促埃方加紧调查事故原因,尽快落实遗体辨认领和遗物交接等善后事宜。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南方都市报N Daily,报道记者黄时波。